看好 我们第一个要先从蹲开始准备 因为这是预备的力量 我们如果从站直到蹲的话 会很奇怪 而且我们这个动作是先从地板上推起来 跟我们这个第一个这个动作是一样的 你看我要先推地板产生花园 推地板产生花园 所以你看我在推之前 我是不是放在下面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 我的准备是在下面准备的 是在下面的位置去进行准备的 然后呢当我在下面的位置进行准备的时候 我其实两个腿都是弯的 因为我是蹲下来的 但是我总会有一条腿重 一条腿轻 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我要用重的这条腿 把我的力量送到轻的这条腿上面去 因为接下来我的动力腿要往外走 然后我的重心要往动力腿的方向去 OK 所以我们看着是两个腿都是弯的 但其实我是一个腿重一个腿轻 清楚了吗 一个腿是拳脚落地 一个腿是半脚掌落地 脚后跟是不落的 我的脚后跟是抬起来的 那我的主力脚是拳脚 看到了吗 拳脚和半脚掌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骨盆的位置 随着我们的下蹲 骨盆的位置要摆在前面 因为这个时候 我的前面的半圆已经画完了 我们要去想象 我前面的半圆已经画完了 OK 我要准备在前面 因为接下来我要往后画 所以我要是在中间的话 我就画不起来了 清楚了吗 如果我要在后 那更画不起来 清楚了没有 所以我的骨盆要在前面的位置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重心推动地板站起来 然后向旁边产生移动的时候 我的主力腿在哪边 我的转动就要先从哪边开始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 我的胯是从中间前面的位置 先从左边腿开始绕 去到右边腿 看到吗 从中间前面的位置 左边腿先绕 去到右边腿 OK 中间前面的位置 推地板的时候 左边先绕 然后到中间 再去到右边的胯上 中间 右边的胯上 中间 右边的胯上 为什么去到右边胯上 因为这个时候我的重心在干嘛 移动 看到吗 移动 就跟我们放中心是一样的 移动 OK 那这个时候我的重心是什么 从一半一半 变到70% 30% 80% 20% 90% 10% 100% OK 在我的重心完全回到我的右脚上面的时候 我的骨盆从右边的这个位置 把前半元给它画完 听说了吗 那这个时候 当我落下去的时候 我的重量推到右边脚 我画完大元落下去的时候 我还是什么 左脚点地 右脚拳脚 那我要继续推动干嘛 我得换一次脚 我得换一次脚 然后我才能继续从左边腿 推到中间 去到右边 把脚收回来 跨画到前面 换一次脚 从左边 推到中间 去到右边 把脚收回来 跨往前 换一次脚 再去走 OK 清楚了吗 大家这样清楚了没有 好 我们做一次反方向的 反方向同等道理 反方向同等道理 刚刚我们是左腿推右腿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换成右边腿 推左边腿 OK 那我要先把中心 放在我的右边腿上面 看我的左边腿是可以拿起来的 我点地的时候是半脚张点地 然后我右边腿是全脚落下去 现在这是右腿 OK 然后我的两个腿都是蹲下去的 所以我的骨盆是往前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是从右边腿 推向左边腿 所以我的胯要先从右边开始绕 看到吗 先从右边开始绕 从右边开始绕 然后 经过中间 经过中间 看到50% 然后60% 40% 70% 30% 80% 20% 90% 10% 100% 落下去 OK吗 右边开始绕 中间 然后继续移动中心胯 去到左腿上 然后把右腿收回来 靠向左腿 跨跨到前面 我要换一次重心 因为我还要继续用右腿推啊 千万不能不换 那你接下来已经推不出去了 那么一定要换下去 然后再 从右边开始绕 推到中间 去到左边 落下来 跨去到前面 换重心 右边开始绕 去到中间 左边 落下来 换一次重心 啊 我们每一只腿做三遍 因为我们加上画圆 我们加上一会走起来 这个圆 其实也是做了三次 一次慢的 两次快的 OK 啊 我们再来做一次 我旁边再来做一次啊 然后我们就讲转了 OK 我们这里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注意我的节奏了吗 一 二 三 四 四拍 做一次慢的 五 六 两拍 做一次快的 七 八 两拍 再做一次快的 OK 嗯 再来一次 反面啊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直 明白吗 你这么直 你的胯绕起来的话 其实也是会有一点点别扭的啊 我们的上身只要保持垂直的状态就可以了啊 垂直的状态就可以了 让你的下半身和你的盆骨的位置去产生这种灵活的转动 你的上身尽量不要跟着你的腿一块转 明白吗 嗯 不要转你的脑袋 不要转你的颈椎的位置 这里要保持安静 去做你的脚下和骨盆 再绕远 OK 第一个转转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是多少 一百八十度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冲向前面 我转一百八十度 是不是横向的 对吧 那我第一个肯定要转向后 明白了吗 同学们 嗯 再看一次 我冲前 我要转一百八十度 一定是平着转 对不对 啊 这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脚 对吗 转 那我就冲向后了 清楚了没有 啊 然后下一个 我们转 那个九十度 九十度 也就是四分之一 一个直脚的一个状态 OK 收完脚回来 你看我打开 收完脚回来 右脚并向左脚了之后 我转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什么 这样一个直脚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冲着后面 我转一个直脚 冲墙壁 明白了吗 然后我继续右脚 收向左脚 然后我继续转四分之一 一个直脚 你看 是不是转回到前面了 对吧 二分之一 一个平脚 四分之一 九十度脚 直脚 四分之一 九十度脚 直脚 OK 再来一次 二分之一平脚 四分之一 直脚 四分之一 直脚 OK 那你们如果找不到 二分之一 找不到转的这个方向 你们就找角度 找不到角度的 你们就找方向 能明白吗 方向是第一个 从前变到后面 并完脚之后 冲向墙壁 并完脚之后 冲向前面 第一个 转向后面 并完脚 冲向墙壁 并完脚 转回到前面 OK 能找得到角度 找角度 能找到方向 找方向 好吗 科学们 然后呢 我们转起来的时候 你们要想象一下 我说了 律动是一个协调方式 你的身体一个协调方式 就像我们走路一样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这样顺便走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身体的协调性 是天赋 我们每个人身体的协调性都是天赋 这是这是从古之间这样演变下来的 所以我们一般不太会有人是这样顺便走的 对吧 很少有人是这样顺便走的 所以身体的灵活性 其实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 OK 那我们再去跳律动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身体的灵活性 比如说我的膝盖 起 蹲 起 蹲 我的骨盆 前 后 前 后 明白了吗 唯一一点就是大家要一定有一点点想象力 什么意思叫想象力呢 你要想象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的脚的方向 如果我们不要规定那么死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因为你不可能量着跳对不对 如果我们跟上音乐你的状态起来之后 我们要想象啊 我们就要打那个太极一样 我的脚下是走一个什么 走一个圆的状态 你知道吗 你们要想想 你们的脚下其实走了个圆 回到正面 走了个圆 回到正面 清楚了吗 首先第一 你们要想象 你的脚下的大概的位置 就是要走一个圆 所以当你跳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走圆 你知道吗 圆形 只不过我在圆的这个里面 我把那个什么 一前一后 换成了打开并脚 打开并脚 打开并脚 明白吗 我不是这样一前一前一前 不是这样交替着走的 我是打开并脚 打开并脚 打开并脚 OK 我把前后变成了打开并脚 这个协调动作 这样一个脚步动作 明白吗 这是第一 你的脚下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要想象一下 此时此刻 你是一个 你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那个 牧羊人 牧牛人 OK 边打 边打 你看你在抽的时候 你的身体是不是会化圆 对不对 你要感觉你的这里 站了一头牛 你要用你的身体去打 然后让你的屁股 去做出这种自然的 这种转动的感觉 OK 你要感觉你的屁股 能就是能写出来 圈圈 用它去写圈圈 画圈圈 画圈圈 OK 你的脚每动一次 你要感觉你的屁股 就像那个 我们有的那个综艺上面玩的那种 你画我猜 但是不能拿手笔 要拿屁股写字的那样的那种感觉 我们要用我们的尾锥的这个位置 尾锥这个头头这块 就把它想象成笔头 能知道吗 就把它想象成笔头 然后用你的尾锥去画圈 配合上你的这个脚步 OK 用你的尾锥去画这种重复的这种圈圈 去配合上你的脚步 所以你要想象 第一是你的脚步要走圆 第二是你的尾锥的位置 要一直不停的画圈圈 那你就会得出来这个步子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OK 你会看到我们很多地方 1 你的手 从这里 7 8 1 你的手搭了出去 然后去画圈 对吧 或者你可以做一个 7 8 1 2 3 5 6 7 8 对吧 所以这个律动是可以加入到你们的动作里面去的 就比如说有同学在问 老师呢 这个动作加入到下C里面可以怎么做 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 7 3 5 6 7 8 对吧 你把下C的原地换中心这个步子 变成绕胯 如果我们这里面要是有老师 那你们就很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可以给你的学生编组合了 明白吗 大家都在跳时间步 或者说你上场也不能一直跳时间步 对不对 那你如何去给你的孩子去处理你的处理他的组合呢 你是不是就可以编了 对吧 你可以签原地跳两个时间步 2 3 变化的 对吧 他就可以变化了 所以就是说 这所有的身体动力 都是可以带入到你们的组合里面去的 OK啊 所以即使他也是基本功 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可能只学基本步就是基本功了 所以这个课堂还是比较好的 就希望大家可以且行且珍惜 因为其实这种很多的动力都是从基本步里面提炼出来的 包括是从你们的花步的组合里提炼出来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家场地小 我把这些东西 我只能讲原地的 我不能讲组合 所以我只能把这些 大家可能身体缺失的这些东西 我把它单一拿出来去讲解 但其实这样是好的 对吧 你如果你们这种单一进行练习之后 你们以后跳组合 身体不就灵活了吗 那你如果想要掌握 你就必须要靠你们自己的练习了 因为听过不等于学会 那么学会不等于跳好 OK 所以我们的业余成人在跳舞的时候 一定要记着 练习 是你们最大的障碍 其实并不是学习 练习才是你们最大的障碍 因为成年人的惰性会比较严重 而且时间安排 就是你们在时间上的安排 可能有的时候有没有时间练 怎么样的 所以就是 一定要突破自己的这个练习的这样的一个难关